歡迎收看今天的金錢到 好 那我們這個十月以來的中心思想 就是撈底 那今天當然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因為指數有掉下來對不對 所以不知道大家今天出手沒有 我想今天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應該要勇敢的做出手 好 那我們就來講一下今天的行情 大部分的朋友們在這地方 會被指數給打亂節奏 好 我們先來講一下指數的打亂節奏 這件事情 所謂的操底應該是要買在 強勢股起漲的時候 那不見得是在指數的最低點 因為指數的最低點 事實上強勢股已經漲上去了 那指數只是用來控制節奏的一個 對比的對象 我們以美國股市來講好了 這道琼 當然三大指數當中道琼最強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它所謂的最後一個高點 空方的格局的定義是說 你的低點要比前面低嘛 你的低點要比前面低 那這裡也一樣 你的低點本來有機會比前面低有沒有 可是呢 多方格局的第一個條件是 你最後一個高點要被越過 你這個高點被越過嘛 要說這個反彈的高度 如果把這裡越過了 它就變成翻多了 那最後一個高點在這裡對不對 其實是有越過的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 剛剛在美國股市它有機會已經醞釀出一個底部的反攻了 我們就一個比較合理的狀況來推估了 不管三月五月七月 你看美國每次升息的前面十五天 很少創新高或創新低 有大漲大跌沒有錯 它是在一個區間裡面大漲大跌 也就是說 在沒有正式升息之前 你要美國這裡去表態去跌破它前面的低點 兩萬八這個地方嘛 因為現在兩個最重要的地方 一個是道瓊的兩萬八 還有一個就是納斯達克的一萬點 因為一萬點那個整數關卡 是一個心理上的一個重要的象徵 你接不接受納斯達克在一萬以上 這是心理上的一個重要的象徵嘛 所以因為你的前波的高點是有過的 其實你是有機會打底的你知道嗎 如果你三馬升完了以後 它在這邊橫向整理 等到十一月三號出消息嘛 往下只要灌不破 這上去是一大段 因為十二月如果只升兩馬的話 當然升息的高峰就結束了 如果你要從價格上去看的話 要注意一個重點 這個反彈只是反彈 一小段還是可以走一大段 關鍵就在於MACD能不能回到零軸以上 你回不到零軸以上這都小反彈 你要越過零軸以上 像這裡本來過不去嘛 在零軸這邊本來過不去有沒有 這裡本來彈到這裡本來要下來啊 本來要下來嘛 但他這邊站回零軸上方 他就醞釀了一個半月的大反彈 那這裡也是一樣 第一次碰到零軸這邊會有一個壓力 升完息以後如果沒有什麼化解的 拉回來的力道 他就會N字往上再走一段 那美國股市不管怎麼說啦 他現在就是在等待升息的這個消息 也不至於破底對不對 但是請你注意台灣今天破底 所以這合不合理 就是說這些事情對不對 原因在哪裡 假設我們用的是一個國際股市的節奏 去抓台股超底的節奏 但台股破底了 因為美國沒有破底 台灣自己破了 這到底對不對呢 這就要回到我前幾天跟我講的 假如這個盤勢 他只是在修理台積電 那跟你超底的大業是無關的 就我跟各位講的 這個盤勢很明顯 他就在修理台積電了 那我不做台積電 就跟這件事情根本就無關了 所以你說今天是不是個超底好機會 絕對是的 絕對是的 非台積電的強勢股 今天會有非常好的買點 因為這個指數破 很明顯就是因為台電影響的指數 你把台電的指數拿掉的話 其實今天沒有什麼股票多弱 那你說這個貨櫃三雄 我們在禮拜一的時候 也跟各位講過 客服的方法很簡單 用各股期貨下空單 對不對 我們禮拜一就教過各位 因為你在這個地方 你要空股票 你要120%的保證金 所以照理來講 你要空20張的長榮 空在150附近好了 20張大概就要300萬 再乘以120% 你大概準備要360萬的資金 才空得到 那問題很多的投資朋友們 今年都已經傷痕累累 你拿來360萬 才空20張 對不對 十口在長榮期就 打下去就成功了 而且保證金大概只要20幾% 對不對 非常的簡單 你大概就是 只要用360萬的四分之一 大概70來萬吧 你就可以空20口 所以你空下去到今天 其實已經50%了嘛 大概已經賺50%了 這個就是我跟各位講的 逆勢於現在反攻族群的 也就是說在月級別 週級別都沒有出現日出格局的 就現在在跌的包括台積電 長榮 陽明這些股票 所謂的指數股 因為我跟各位講 很多人會誤解一件事 就是說基本面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但因為跌的股票基本面本身是好的 這是不是就證明了一件事 漲跌跟這個不全然是有關係 但是我們至少知道一件事情 有一件事情是百分之百確定的 漲跌一定跟什麼有關 買賣力道有關 如果全部的人都賣出 那它怎麼漲 我以台電今年的例子來講 可以給各位聽 就是說台電事實上外資買了28年 28年 2000年以前 他們就一直在買 那麼最大筆的買單 大概在差不多最近的 前幾的十來年左右 大概從什麼時候呢 就是從亞洲金融風暴以後 那個地方有一個5422 之後上了一個393 然後後來不是有一次跌下去 就是那個核四案的時候 那個時候外資還是一直在買 就一直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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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到08年後來進入海嘯的時候 你知道海嘯的時候台電多少錢 50塊 50塊 如果你知道台積電漲了12倍 你在這個地方會追600嗎 當時50塊 那外資買了這麼多年 外資的持股最高曾經接近到90%左右 因為你再怎麼樣 還有國發基金在裡面嘛 你不可能把它全吃嘛 對不對 最高的時候大概九成 那以今年來講 今年的第一季的話 大概落在75%左右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很明顯 你想到一件事就是說 在從300漲到400漲到500漲到600 這段過程當中 外資在減碼 因為外資在年初的時候大概75%嘛 可是75%比起過去的八幾% 是不是已經少掉10% 也就是說 在我們猛力去追500600的台積電的時候 尤其前年 很多投稿老師一直叫台積電 那當時就是叫進去的台灣的散戶 接走了外資倒出來的籌碼 要不然外資怎麼會少10% 好 那我們現在來講一件事 你說外資今年你說賣那麼多台積電 他到底賣多少 我告訴各位1月的時候大概75% 上個月最新的數字是71左右 這個月還不知道 因為這個月還沒結束嘛 還在賣的話 那也就是說從75%我們說 假設你回到70%來講 你說今年台積電這麼弱 外資到底賣多少 我告訴你 才5%而已 才5%喔 假設外資要再賣5%呢 因為你就算再賣5% 你還是持有65% 哪怕你再賣10% 他都還持有60% 所以外資這台積電持股 不是你想像的不夠或怎麼樣 什麼要讓他後悔那種事情 就不要講了 很丟臉 為什麼呢 人家20年前就在買了 你說外資在這地方賣台積電會後悔 那我問各位 當時50塊台積電 100塊台積電 你說你沒有買的時候 現在看到這個400 你後不後悔 對不對 這個話要反過來講嘛 所以我要講一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外資的賣壓不結束 那我告訴你 你的漲跌其實不是基本上可以控制的 他要繼續賣 你就是跌跌啊 你能怎麼辦 他還有70% 對不對 那他會不會持續賣 當然也不會 所以台積電的問題很好解決 很簡單 等到外資回來大賣 你就抄底 就這麼簡單 結果呢 花了我們國內不知道多少的財經大咖 名嘴一大堆頭顧老師 叫你大疊大買的 六百以下隨便買的 眼睛閉上買的全掛 在我看來明明是一個 非常簡單的數學問題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麼多人會都會盪在裡面 我也覺得蠻奇怪的 那我們就回來講這件事情 所以說沒關係 台積電都等 等那個訊號出來 那還沒有出來之前 你如果出現指數破底 我說他是假破底 他是一個虛幻的 因為股票在漲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台積電跟指數連結的一個嚴重錯覺 造成指數看起來一直在破 那其實也沒什麼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因此的話 今天早上破前提一定會形成第一個買點 為什麼行 這很容易形成假跌破 這也是台積電暴跌 台積電缺口 現在的問題是台灣都在這根黑棒下面整理 你一定要站回這條頸線上方才稍微有力道 變成一個雙底嘛 對不對 但注意一下 這裡已經是日級別的底背禮 是有機會的 那主要就是因為有特別的股票在跌 那秉除在外的話 抄底的動作繼續 跟這沒有什麼關係 不影響 首先第一個就指數來講 早上不是破低嗎 破低你要看他會不會變成一個破低下去的加速 這裡不是一個整理的區間帶嗎 你如果破低下去指數這裡再一根藏黑嘛 那剛好這個 如果是這裡是假跌破呢 你在前低的下方當然是見買單嘛 我是沒有在講廢話啦 我直接台積期11月我就下多單 買在12750以下有沒有 對不對 我先看你一小時嘛 你既然是一個假跌破我就買上去 我們來看尾盤幾乎收最高 收到哪裡去的 1289級 所以日內的台子期 大概區間大概上下抓得到在100點內 現在都很正常 因為現在指數是1萬多嘛 你要抓到100點才不到1%啊 對吧 你13000點抓到1%的利潤 應該要賺多少 130點嘛 百內的都很正常 所以你看1.200塊10口是不是給他賺翻了 就跟你講啊 真的我不是在跟你虎爛的啊 這個單子我真的有下你 這下真單喔 不是在虎爛的喔 這真單喔 這真單 我要講一次真單喔 訊息收得到的真單喔 我蔡英文講事情 我都是跟你玩真的喔 我不是在那邊講假的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光解盤是沒有用了 那關於這個跳空缺口下來的問題 我禮拜一就跟你講過了 現在下跌的主率有幾個嘛 一個貨櫃三雄 一個就是像台積電喔 那我們來看到做法很簡單 禮拜一的時候不是跟各位講過 150這邊打空單嗎 那這裡算法我要教各位一下 你150的話喔 一口個股期大概都 一口個股期有2000股 兩張現股啦 150塊錢的股票是不是15萬 如果你是兩張的話 是不是剛好30萬 但是因為你的導進成比例 只要25%嘛 有的股票大概只要15%就夠了 所以你空兩口只要準備多少 7萬5 只要準備7萬5 實際上你如果真的要在150空兩口 長榮期 你大概要36萬 五分之一就夠了 所以是不是人人都做得到 7萬5 空兩口你今天從150拉到下 今天最低大概130起嘛 對不對 是不是15塊錢的價差 大概將近20塊的價差 你不要乘以2000股再十口 35萬 你用75萬去算 禮拜一你空下去 現在已經多少 你的帳戶變成110萬 因為你75萬空下去 目前再倉的利率是35萬 把帳戶破百 所以我跟很多人講說 你說你貨櫃三雄 你真的砍不下去 對不對 我這個道理就跟南電一樣嘛 我上禮拜用南電起座 給各位看嘛 對不對 很多人說我手上有 成本在500的南電 還有20張 你怎麼打平均 三天就夠了 對不對 是不是已經把你套牢的大半都已經追回來了 11月再用11月的唱去追 其實我告訴各位 這個人人都可以做得到 因為他的要求門檻非常的低 當今 我跟你講 所有的商品都一樣 越少人懂的時候 他越賺錢 當今全台灣所有的名嘴加上頭顧老師以及所謂的財經主持人 除了我蔡振華 誰會做個股旗 放眼全台灣 每個人都在個股當衝 我告訴各位 全台灣誰會做個股旗 誰有資格做個股旗 誰真的做個股旗成功 誰從過去就講給各位聽 我再講一次 還是我 真的還是我啊 你找到別人嗎 找得到嗎 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站在你的立場講給你聽 真的啊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現在資金不足啊 對不對 那茶中10月常常就在這邊啊 11月就空在這邊嘛 對 換倉嘛 好 那講一個面板 這個 我們之前跟各位講現在轉強的族群 雙低嘛 對不對 還有9月運輸創新高的股票 對不對 你先扣掉下跌的那些公司 或漲多拉回的 你不能怪他嘛 你說金瑞漲那麼多 或漲多拉回很正常嘛 有賺到錢的人絕對就是開開心心的 可能賣掉 就準備做下一檔 對不對 所以這些強勢的股票 你可以看到 我們之前跟各位講雙低 根本就沒有跌啊 根本就根本沒有跌啊 根本沒有漲翻好不好 根本沒有跌啊 這跟台銭有什麼關係 台銭破底跟我們股票有什麼關係 根本就沒有跌啊 看指數很可怕對不對 那是因為台積電啊 你把它拿掉 根本沒有跌 根本就不可怕啊 對不對 你拿掉台積電 今天賺錢的機會一大堆 創新高耶 根本沒有跌啊 送給各位股票呢 東梭漲停 這樣股票 當時我們來看到 910收公告的時候 跳空一根漲停 說真的 這根買不到 這也沒有量怎麼買 這根你或許買得到 可是隔天要出嘛 最好的機會就是 910收公告對不對 然後台股大跌 台股為什麼大跌 因為台積電跌 所以拉回來的過程當中 跟台積電一點關係 都沒有的股票 買進去 漲停板 再創新高 今天怎麼樣 一根大藏紅 根本沒有跌啊 根本就沒有跌啊 真的啊 根本就沒有跌啊 所以你說 根本就沒有跌啊 真的啊 東梭漲這樣算起來 已經25%了 如果在三天之前 三天之前 兩天之前 上禮拜更好 拉回來 最可怕的那一天 破底的那一天 當大家發現說 哇 這個十年線都喊出來 可是你買股票賺錢 現在你都在喊十年線 哇 十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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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說有種你放空單嘛 對不對 你就有種放空單 你如果真的 你如果真的覺得 一個想像在你的腦子裡面 你就照他的座 那你就放空單 然後等十年線來 然後你回補 對不對 股市不就是這樣嗎 輸跟贏啊 每個人在那邊講 講東講西 台電怎樣 美國法案不怎麼樣 然後我們講一大堆 那很簡單嘛 你是多單還是空單 就講出來 站個立場 不要在那邊 我的邏輯很簡單 我的邏輯就覺得 現在指數跌最後一段 只是在下台幾點而已 下一下 你說其他股票會不會下 沒有啊 拜託 你買全創沒有賺錢嗎 沒有賺錢嗎 現在創新高 你買東說沒有賺錢嗎 他有嘛 對不對 真正會銷股票的人 像我舉例來講 今天早上連電還比台電強 對不對 你看連電起 今天早上大概36塊7 36塊8 36塊7塊8 尾盤拉起來 你不要小看 你要看他拉到39塊 你拉到1塊多 你覺得多不多 你覺得多不多 我跟你講 一張股票 如果你不到4萬塊的話 兩張就是8萬 對不對 兩張如果說只是8萬的話 你這個乘數如果是20%的話 你大概14000到15000就可以買兩張 所以你手中可能有多少錢 30萬嘛 對不對 你是不是有30萬 40張 拉上來 一天就差不多5萬塊 你不要小看 一塊錢就夠了 所以現在這個時間點 你要瞭解到一件事 從高點跌下來 已經跌了5000點 很多個股跌幅有限 但是他只要反彈2到3成 個股其實可以噴7、8倍 什麼叫7、8倍 你知道什麼概念 7、8倍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當時從800萬 輸到現在只剩200萬 8倍就是拉回來再創新高 真的我跟你講 不干你的 11月快速班 提前上車 好 我們這個地方先進一段廣告 稍後一下回來 很多人會做一種動作 比方說像建設 早盤殺下來 尾盤出一個 底部出一個大量 既然早上才9點半不到 底部出一個大量 會不會在這地方拉回平盤 或者是說反彈在2% 所以在拉回一點點的時候 就會有人嘗試去做什麼 日內當衝 他只要彈到這地方 我出掉就好了 結果就直接灌跌停 那麼倒也不是說建設 他就一定不會反彈對不對 可是有一個問題 如果說你在這地方 為了要搶他一個反彈 你不出掉 那你流倉嗎 因為你在這地方買進10張就夠了 拉回來其實這個價差 他已經要賠到多少 從340次達到327嘛 一張賠你1萬8 大概10張要賠18萬 那你會想說怎麼會有那麼傻呢 尾盤為什麼要停損呢 很簡單啊 因為你要交割更多啊 10張300多塊錢的股票 對不對 大概交割金就要300多萬 哪怕你用融資 你大概也要準備150 160 你沒有錢的就只能認賠了嘛 所以很多人他會在這種日內當衝當中 不得已的去割肉 每天割自己3000、8000、5000、6000 偶爾賺他一次2000 甚至於賺他7、8000 賠的時候又是賠他2萬、3萬、4萬、5萬、6萬、7萬、8萬 一直在割肉 你會覺得說為什麼這些人要割這個肉呢 你為什麼要認賠呢 比方說我講另外一個道理嘛 對不對 你像比方說創意好了 對不對 比方說你看這個創意 我打他的線形圖給你看 照理來講 理論上來說 今天這根紅棒沒有出來之前 對不對 昨天是不是一個小反彈 昨天這個小反彈 今天這根開地下去 開盤在這裡嘛 還沒有拉上來之前 他非常容易去打那個什麼 大的頸部嘛 因為你前地已經破了啊 你非常容易去撤這裡啊 所以早上開一個小低盤 你會引得很多人去怎麼樣 做一個放空的動作 很多人都空下來 只要破前地 撤你一點點就好 結果他一開地就拉上來 那你說創意大反彈 真的彈得很強嗎 說真的也沒多強啊 左高也沒過啊 對不對 哪天美國股市的事要跌一下 他說不定再來測一次 說不定你空單就有機會去賺到錢 但就是因為你沒有錢交割 你主要尾盤你還是認賠了 你說你恨不恨 你你空在這裡的 你要空在這個地方 你不用講多少 你空在四百一十五好了 尾盤收上來 收多少四二七 你看到沒有 一張一張賠你一萬二好了 你空到十張又十幾萬飛了 說老師那我為什麼不空單 留倉 你知道你空四百塊的股票 留倉十張要多少錢 你知道嗎 不是四百多萬而已 現在券單是一百二十趴 你要拿五百萬出來交割 借不到 對不對 個股期貨完全沒這個問題 愛多就多 愛空就空 到處都能成交 隨便都有 一大堆 我跟你講 你哪些股票 你看有兩百多支股票 你看 這邊看能不能放大 有多少股票可以空 有可以做 台積電 我們把他拉起來 你所知道的股票 幾乎都有群創 連亞德克 對不對 這邊你看第二行 你認識國巨 什麼南電國巨 你看到這些股票 跟著我拉上來 你所有看到那種 建設創意 明太有沒有 經濟有沒有 資源通通都可以做 做多做空都可以 成本只要五分之一 對不對 最快的強反彈的方法 在一個反彈波當中 拼一個好幾倍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太陽能反彈 反彈 因為現在季先都蓋在上面 小心他做一個日落 這個如果做日落的話 還有很多股票 還有期貨可以用 那天玉這個當然 我們看到 這個就是強勢股 要看他能不能夠站到 那個季線上面 因為現在敦泰是站在上面 而且他在下面 已經兩三個月了 也就是說這條季線 是有機會走上來的 有機會穿平的 現在從低檔 漲上來的股票很多了 你看立台也是強 對不對 只要你在季線上方 幾乎都是強 長元科這次也站在上面 很多很多股票 他現在都轉強了 從底部上來都已經 大概有差不多一成了 從上一次南電的一個例子來看 從一百八十八只要走上來 對不對 走到兩百一十一 大概就已經有幾趴的空間 將近四到六十趴 那我們在這地方邀請 我們下一檔即將進場 這一次的反攻 不管你大資金小資金 你都絕對有機會 我高度跟各位邀請 好好利用這次的機會 跟我們一起來做進場 機會就在現在 跟我們一起進場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 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儘管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在這次能賺解一下 我們下期的報告 不會被詐欺負的 負投資零融 金小便 你心下的一頓